城堡守着一面佛祖师上 大家好 我是飘泊大家的游泊 今天准备来重新换个话题 让我的心意啊 半个月他把没有下来了 我把给我搞个话题 搞一个 搞个什么话题吗 嚣张一点 对 搞一个话题 我准备给我先牙再唱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最后做出来的效果 现在是先飘放 最终是全宴 他跟我们的最白色 等下看看怎么样 就是我这种低色的 挂开 应该说就是低色的颜色 因为我平时的话 它是比较有反应 这种色比较的味道 应该开始变黄了 要是这个颜色我都不敢输了 吓死我了 别再弄那么黄 太折磨了 太折磨了 现在炭 一个多小时了 还在弄 到炭磨瓢的时候就不舒服了 就这 辣的感觉就是头血油面 辣的感觉 哎 还不知道要等多久 都内得到啊 现在都已经炒了两个多小时了 哇 你炒的什么样了 你时间长了 都到前 骨子也还弄白了 哎呀 我都热不住自己了 现在成这个颜色了 主要是有点擦脏 还没有弄好啊 哎呀 是弄了成几个三个小时了 两个半小时了 哇 现在这个效果了 像不像盛大老人了 真的有点糟醉 今天做这个发型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你看啊 我兄弟在我搞 现在已经搞了四个小时了 没你也在 哎呀 店里面就是我们三个人了 打着火 现在成这种颜色了 还好还好 这颜色 是我相对 能接受的 刚刚那种颜色我只能接受了 包括这胡子啊 他现在 属于是那种灰色的 也不是黑色了 跟之前的感觉是不一样了 五个小时啊 五个小时才把这个发型搞 我真的长这么大 三十来岁啊 第一次搞这种发型啊 你现在长得我别的眼睛 但是的确没有 花这么大精力去搞这个发型 我为什么搞这个发型呢 我就想拍视频的时候呢 给大家呈现出来那种 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我留骨子 黑了的我觉得不好看 所以说这也是我玩紫媒体啊 故意 来弄这个发型 花了五个多小时 来 让你们看下帅哥 哈喽哈喽 那个兄弟 我都认识好多年了 我的发型全模仿 他包括我的胡子啊什么 全部都是他 长得有事 人呢 哎呀 不少的还行了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